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的每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舵字 舵舵怪式的舵 舵字的国语注音是 舵是呵斥的声音 如王伯上刘佑项书 舵阶可以降雷雨 舵又当作瞬间来说 如舵阶礼拜 舵阶是惊叹的声音 如堕堕怪事 堕堕怪事则是说 晋朝的音号被触免之后 他终日用手指头在空中书写 堕堕怪事四个字 充分表现出人在失忆之后 无可奈何的落寞的神情 所以后人就用堕堕怪事 或疏空堕堕来形容 无可奈何的怪诞行为 或者使人惊奇的事情 堕堕逼人是盛气凌人 使人害怕 和堕字有些相似的是这个卓字 卓字的国语注音是 知我卓二生卓 卓的解释很简单 就是不灵巧的意思 也常常用作自迁之词 比方说称自己的著作 叫卓作或卓注 口才不好叫卓嘴笨舌 想取巧而又失败 叫做弄巧成卓 最后要请您注意的是 这个堕字 这个堕字 有人不注意念成出或者是卓的音 像堕堕怪事 念成了出出怪事 或卓卓怪事 另外堕和卓的右边 这个出字一共是无比 中间应该是一束到底 不可以写成两个三字 叠在一起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再会